大家一起支持 賭罪協壽曲 我的角色叫Yvonne 她是一個美術老師 因為她在香港的時候教書 她跟她媽媽的關係有點矛盾 她媽媽不太認同她的工作 所以她離開了香港這個地方 去台灣繼續做美術老師 亦是因為她有一段十多年前 分手的前男友的陰影 因為她的男朋友對她的美術 對她有少少疑問和不認同 所以她這個陰影之下 其實有很多事情她自己解不開結 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她一直教書的學校 就開始跟她不續約 她就要離開台灣回香港 但她就因為她很不想回香港 所以就找盡所有的辦法 找人幫她 甚至乎到最後是 要用到去假結婚的一個手段 都想留在台灣 但最巧妙的一個位置就是 其實她媽媽本身就是台灣人 所以其實她是一個很矛盾的人 即她本身應該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留下 但其實因為她 因為自己的一些執著 或者跟她家人的一個不好的關係 令到她 其實變成繞了很大一個圈 我的角色就是叫Leo 她是一個無所事事的老公 基本上是我選擇的 因為她就因為 我覺得她的角色偏向小男人一點 即是我太太Lilia 想離開香港 去了綠島生活 開潛水店 但是潛水店經歷疫情 沒有遊客 就導致她不能放鬆自己 去享受綠島生活 但是我負責她享受綠島生活 我很多元化的 小男人 即當你覺得多事不如少一事 就小男人了 但有一些 你覺得原則上要堅持著 就要爭取一些東西 我的角色就是 她老婆Lilia 就是一個在香港移居了過去 開潛水店的女人 其實她本身都是一個 很完美主義的人 變成所有事都想做到最好 然後尤其在工作方面 基本上我就是覺得 所有阻礙我工作的東西 都要剷除 包括我 是的 包括了 包括我 包括另外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衝突 就是 她其實是想要小朋友的 但我呢 就因為 小朋友對我來說都是一個 阻礙 都是要剷除 我演的角色叫Faye 她都是在香港 去台灣 有一個 mission想做的 就是很想有一個 新的開始 就很想在那裏重新發展 所以就 就一直在台灣徵婚 還有看樓 因為很想 其實她在戲裡面 她都有一個 大概三年級左右的小朋友 就很想幫小朋友找個爸爸 重新組織一個家庭 就在那裏快樂生活 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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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 獨獨的男生 說話很直 其實他是很自卑的 但是又 有時候會很搞笑 他自信心很低落 但是有他的幽默感在 可以好像朋友那樣相處 挺好的 你喜歡搞笑的 搞笑的 都 超級 保錡啦 保錡就好了 太搞笑了 太搞笑了 現實中不抗拒去做徵婚的行為 哈哈哈哈 就是想看 為什麼想徵婚 是純粹想體驗一下那個過程 就是不是真的 就是現在都可以開始 就是現在都可以開始 都可以的 你不認同 第一步 現在那些年輕人在說樣子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嗎 不是應該一早就要開始 其實徵婚是怎樣的 徵婚 台灣 台式徵婚就在戲裡面試過 我們有一場就是 在一個餐廳裡 就是不停換位 換位再換位 就是認識一下 聊天 普遍我看到很多台灣的人 都是比較幽默的 所以跟他們聊天 做朋友我會很開心 但是不知為什麼 我總是覺得 都是喜歡香港男生 就是玩《全民造星》 已經很極端了 其實我做很多東西都很極端 因為我是有份執著在 我覺得這些是 是 因為極端和挖強的性格 因為極端和挖強都可能 有一點點並存的 我覺得是這樣 就算這份我演戲 我覺得我要做好它 我就真的一定要用盡所有方法 上很多不同的課 或者看很多不同的書 看很多不同的戲 我補回以前沒有看的東西 始終我不是演藝出身 所以就很想做很多東西 去做到那件事最好 最極致 這些想法長期都在我的思想中 這個我試的新的方法 我寫了一封信給她 就是用角色的角度寫了一封信 為何沒有給我的音響 是 沒有給你的 是 因為其實他本身 他角色裡面 他的情感 能夠表達的篇幅 不是說很多 很多時候他都是屬於一個 旁邊 可能是調停的角色 我覺得是一定 有很多說話 是很想跟他說 但是只是可能我們相處之間 很多時候是有口難言的那種 可能有些東西說出來 就會導致到一些不好的結果出來 但是我就要找回這些位置出來 有時候寫信我覺得是很有幫助 就會令到 會更加可以立體一點 去知道 究竟我要這個角色 或劇帶來什麼生命 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當你寫信 打任何東西 寫信 打字 其實你自己會再寫多一次 其實有些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緒 究竟是客觀一點 第三 就是那裡看回那件事 因為很多時候 你說話的時候 你的腦子可能未必轉得那麼快 或者你會轉到碼中去說話 但是其實你 文字是有一個能力 是可以幫你整頓一下自己的思緒 都是好事 因為極端這個字 在我字短很少出現 因為我是一個你都知道 我是比較理智一點 平衡一點 可能真的參加校花是最極端的 選校花 因為真的 由我一個以前小時候 我是完全 你叫我上台說一句話 我不行 我一定是不可能會上台說一句話的人 直到去參加 這個可能剛才你的意思就是全民造星 都是一個轉捏點 踏出這一步 對我來說是挺極端的一個選擇 其實我在我做演員之前 就是我讀演藝學院之前 其實我有做過你們這個角色的 就是我有做過娛樂記者 那時候我真的做娛樂新聞記者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入了演藝學院 一讀就讀四年 full time 其實我覺得很極端 四年就要交學費 再沒有人工 但是那時候也有一把年多 其實我做電視台 其實是電視台 他現在是電視台 咦?這麼厲害嗎? 是啊 做了一年 就整個人生轉了 因為現在就變了完全由主持 那時候就是主持 然後就轉了做演員 因為他自己有很多struggle 還有很多心結在心裏 我不是說我有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一樣這樣的東西 譬如他講他 美術那方面 因為他覺得他畫那樣東西 他不得到別人的形同 譬如別人覺得他畫一些很寫實派 有些人就會挑戰 他覺得他沒有創作性 我覺得他是能夠吸引我 我覺得有很多方面 其實不一定要聽別人 覺得你應該怎樣 別人說你應該做什麼 應該是你自己要沿著自己想做的 還有你覺得自己是做得好的 而去繼續做 譬如說做歌 我應該將來也會做有新歌 但是就是在想 究竟是譬如什麼的方向 什麼的類別 或者說什麼 我覺得是這一點 就是可能有些人會有自己的想法 譬如粉絲一定會想聽 一定想聽情歌 或者某些類型的歌想聽 可能是一些回憶 但是自己可能經歷了那麼多 或者那麼長時間沒有出歌 可能都有一些話想說 或者有某些類型的歌 因為我沒有做過想做 可能上台握手 他都會跳過 他都會跳過 然後都會有這些情形出現 都還是會 但是我自己就 就是很努力去消化這些事情 有個趣事就是 那時候我女朋友 那時候演唱會很遲 就是很遲 然後為什麼你整晚都看不到我 因為我不看前面 我看中後 因為其實他看不看我 我會覺得他在看我 即使他不是看 這些都是我挺大的陰影 就是一直都長存在 但是現在就好很多 就是那些粉絲 那時候又給我一點力量 很明白 就是 尤其是團體的時候 那時候 你知道 粉絲與粉絲之間 我們很難控制 他們的情感 就是支持這個 我支持那個 都會 曾經有試過 只是夠膽 向著自己的牌子 那些粉絲 這樣打招呼 那些就 激光了 不敢 我們拍潛水的 先認識了 需要當地的潛水導遊 那我就不斷吐醉 一有空就吐出去 出海就潛水 基本上我每晚晚上去 都一定會看到流星 是真的 是 有唱那首APP 好難啊 但是我有啊 男人說 是啊 他吐得很漂亮 好像驅魔人一樣 啊 這樣出來 他是 放彩虹 他是看到我吐 但是他完全沒有安慰我 沒有慰問我 他直接就拍下了 因為我們要拍潛水 就全天都是在船上 第一天 就船上也挺浪的 一吐我以為有人慰問我 但結果就是 拍了影片 沒有幫助 我問他 不要打擾他好一點 我知道是遠距離 有什麼幫助 可以給他看 他是無論什麼情況下都不吐 因為話說 其實在台東出去 陸島那一架船 是一個小時 你會不斷聽到 吐吐聲在你旁邊發生 但是他是連續 好像兩程來回都不吐 他又不用吃雲朗丸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雲船我沒有 雖然我朋友很喜歡運船 我叫姜朗 因為我沒有很強烈的靈異體質 但是因為基本上 一個月在台北都是自己一個房間 其實有時晚上電視會無緣無故開 或者床會跳一跳一跳 因為我當時很想演好 我就覺得要時間調房 很浪費時間 不如拿來休息 拿來看劇本 這樣就無理了 去到有一晚 我就聽到轉門聲 我當時第一刻心想 噢這麼搞笑 然後開始 立刻轉門 對 就是 就是德州電句 但沒有殺過朋友 對 所以我就開始大哭了 因為那時G 在我旁邊的房間 我就哭了 打給他 有人要殺我 有人要殺 然後我就錄了音給經理人 在經理人櫃裡 糟了 有人要殺我 因為那時 錄了新歌 我就說 如果我歌出了 我又刮了 你記得播黑白的MV 因為我真的覺得自己要玩完 我的生命 這樣就很擔心 哈哈哈哈 重點是 她說這番話 我聽到G 那天她是沒有穿衣 而說這番話 她心裡原諒 對不對 那我轉到G 覺得職員就是那個轉門的人 她那時晚上11點多 她在拆 拆隔離房的門 很噁心 你一定可以拍部電影 真的 但電視無緣無故開 專門跳是真的 不知道的 我沒有問師傅 我都安全 都快樂 都平安 我都很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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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追回我進度 不要這樣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